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五郎角色攻略 为岩系专拐,很多小伙伴问我该怎么练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精简版的五郎攻略 在技能层面,由于五郎的EQ技能很大一部分功能是重叠的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 对于技能就理解得七七八八了 无论是放Q还是E都会给领域上的角色叠加BUFF 当队伍中仅有一个岩角色的时候 会给场上角色增加防御力 尼别开始场上,但是由于岩系角色基本都是所防御力的 所以影响并不大 当队伍里有两名岩角色的时候 会额外提高抗打断能力 有三名岩角色的时候 会额外提高15%的岩伤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防御力加成 无论是E放的还是Q放的 都只取决于五郎的E技能等级 而与Q技能以及五郎的配装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五郎天赋家里也是主翼 想要追求极致伤害的话可以适当点一点Q 了解完了EQ的共通之处 我们来看一下E技能的独特之处 一个是释放后会产生两颗岩元素威力 能够帮助Q技能充能 这个产球效率是比较低的 另一方面释放E会造成一次岩属性伤害 它是取决于攻击力的 但是毕业五郎的E的伤害也只有一万出头 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掉这个作用 然后我们看Q的独特之处 它主要来自于五郎的固有天赋 第一点是释放Q之后 会为全队加固定的15%防御力 这就告诉我们对于五郎而言 最重要的除了E技能的等级之外 就是Q技能的充能效率了 第二个独有之处在于 五郎释放大溜之后 每1.5秒造成一次岩属性伤害 它是取决于防御力的 并且在五郎的天赋中 还会依据自己的防御力 对于伤害有所加成 实战中这个伤害可以拿到7000左右一跳 还是聊胜于无的 所以对于五郎第三个重要的属性 就是保证伤害的防御岩伤和双暴了 Q的第三个独有之处在于 领域是可以随着角色移动的 并且每1.5秒 可以把场上的捷音盾 吸附到角色身上 分析到这里 我们就不能给五郎的 所有有效属性排个序了 再给萌新小伙伴强调一下 五郎拐的能力 和他的防御力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充能最重要 武器我们就首选 充能能力最强的西风猎弓 备选祭礼弓和终末接探之师 保证充能的情况下 圣移屋的主持条 我们选择冲岩爆 套装属性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前期基本上用2加2闪剑就可以了 后期可以用四节元 在保证充能的情况下 还能够兼顾伤害 充能足够的情况 也可以选择四滑管 值得一提的是 四星的2加2也是不错的 它能够提供40%的充能效率 关于五郎的操作手法比较简单 实战中我一般是 一技能的拐给岩系-C -C放完技能之后 再切五郎开Q 给岩系组C 不过还是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的 第一是众所周知 场上的岩造物最多存在三个 我们看在中立释放第四个岩造物的时候 会把第一个岩造物清除掉 但是五郎的E和Q都不算岩造物 不然发现五郎的奇阵 是可以和其他三个岩造物共存的 这对意味着 你在玩四岩队的时候 不用顾虑最早的岩造物被覆改良 第二个细节是 五郎从大招释放到buff生成 是有一个时间间隔的 我们看左边的五郎释放大招之后 用快捷方式直接点一斗的大招 这个时候一斗的牛牛砸出来的是12万的伤害 但是右边的五郎释放大招之后 先切除一斗再放大招 这个时候砸出的牛牛是14万的伤害 这就说明左边这种秒切一斗的手法 并不能吃全五郎的buff 了解完了操作手法 我们来看五郎的配对 本篇我给您一个可以操的公式 那就是岩系战场C 加岩系非战场C 再加上五郎 再加上一个不畏队友 比如我们看这个队伍 很多小伙伴会问没有阿贝多或者没有夜兰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换成一斗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一斗和女仆都是战场C 他们互相会抢占对方的战场时间 这里可以把缺的位置换成二命或者六命的宁光 来打一个速切 当然更灵活的配对 你还是要看揭开系列的配对思路 最后我们来看命座的抽取剑影 一命是减少一技能的CD 二命是增加大招的持续时间 这两个命座提升幅度都不大 四命是释放大招之后可以给场上的角色造成一点奶量 虽然奶量的大小是取决于防御力的 但它并不会改变五郎的配装思路 原因有两个 第一奶的倍率很低 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堆叠防御 它的奶量都不会很高的 第二岩系的防御力很高又有结晶盾 所以它的生存能力本身就很好 奶的功能仅仅是一个锦上添花 所以不推荐为了四命去改变五郎的配装 六命是一个质变命座 随着场上严属型队友的增加 不同程度提高所有严属型队友的暴伤 它不仅是数值上的质变 而且也是玩法上的质变 比如对于凝光这些吃攻击力的岩系组C 五郎拐塌的能力也会大幅做提高 所以如果您是仲克玩家 我的建议是可以抽取满面五郎一斗命座随缘 如果您是仲克玩家 那就是满面五郎配满面一斗啊 好了 五郎虽小 五张剧圈 关于五郎的任何问题 您又可以提到评论区 让我们下期再见